串宝宝手动存门机 它不单速度快 效率高 而且安全使用 这款机器它适用于450毫米以下 不同长度的情况 无论是铁的 竹子的 圆的 或者扁的 它都能够使用 下面呢 就这台机器的功能 即使用方法 我给朋友们做一个演示 这部分呢 是机器的压录板 它呢 具有压合用压力 锁使的功能 这样呢 好处就是能够减轻 一定的劳动强度 这部分呢 是推力大小的交通 你要松开滑块多时 这样这滑块 可以上下的移动 当这滑块移动要上断的时候 你能获得更快的速度 纯粹数是纯粹的 更快 向下移动的时候 你能获得更大的推力 这样的时间工作起来 会更轻易更省力 最后把这螺丝 锁死了 就可以更多了 下面呢 就不同场合的钳子 在这个机器当中 如何应用 如何调整 把螺丝打开 把铺板拿下 铺板下面 这边有一个锁底螺丝 把螺丝移动 这样呢 木板就可以前后的移动 首先来说 调整长前 放到前的槽 是木板先前移动 移动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这个签子的前端 担当木板 放到木板的槽 就可以 短的签子呢 也是如此 放到前的槽 把木板先前移动 指的签子的前端 担当放到木板的中间 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锁底螺丝 拧紧就可以了 下面呢 就饭店当中 常用的玉米签子 我给大家做一个老师 就是300毫升 放到签子 把木板先后移动 指签子的前端 担当放到木板的中间 然后 然后把锁点螺丝锁点 锁点 这样 就可以功了 这个机针 这是鸡翠骨 从这当中最难说的 要付的话 就要付啊 再加上 放到木板的中间 就要把锁点 然后把锁点 下锁点 然后再加上 锁点 加好 再加上 好 锁点 加上 再加上 确度 下锁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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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